以每日两位数增长,疫情形势十分严峻,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禁止出京 自6月11日以来,我是连续报告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的新冠肺炎病例 报告病例以每日两位数增长,疫情形势十分严峻 按程序报批后,决定6月16日即时起,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 严格进出京管控,境外入京人员全部集中观察核酸检测 中高风险街乡,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禁止出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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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高风险街乡,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禁止出京